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蓝毛说电影 今天要介绍的比较特别 不是电影 而是9.2高评分影集 福尔默斯第一季的第一集 连环粉红命案 好了 故事开始 城中出现三宗自杀事件 死者都是吞药丸死的 但离奇的是 死者都没有自杀的动机 而且服用的药丸都是一样的 连环杀手就听得多 连环自杀倒是挺新奇的 警察调查主召开记者会 说明这离奇事件是自杀 并非谋杀 因为很明显的死者们 都是自行吞食药丸的 说完记者们的手机 同时收到简讯说 错误 警察大哥也收到一则讯息说 你知道如何找到我 哦 原来讯息是咱们男主 也就是福尔默斯发的 男主是个孤僻高傲 智商爆表的天才侦探 男主得空就是鞭斥尸体 调查尸体解剖员 调查案件过日子 接着就轮到咱们的军人医生出场了 我们就称他为小跟班吧 小跟班他通过介绍 找了男主想一起合租 物质 神奇的是 小跟班与男主素未谋面 男主却能说出小跟班是个退役军人 并说小跟班的瘸脚是心理病 并不是真正的瘫痪 好了 第四宗自杀事件又发生了 警察大哥找了男主 要男主协助调查 男主得知又有离奇案件发生 简直是乐翻天 男主邀约小跟班一起前去调查案件 毕竟小跟班是个军医 看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尸体 对案情有帮助 男主在车上与小跟班解释他的工作 男主是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顾问侦探 当警察对特别的案件诉索无测时 就会来咨询男主 为何警察会如此依赖男主呢 因为男主有个天赋 男主可以通过推论演绎法 从蛛丝马迹中推断出各种结论 比如说小跟班的发型 站姿 赛痕 和站张推断出小跟班是个军人 也因为这样的天赋 男主明显不受其他人的喜爱 其他的警员都称他为怪胎 来到案发现场 男主从第四位使者的外套尸度 得知他是个外地人 而且啊 小腿的右边有被雨水碰见的泥点 但走小腿没有 证明了死者肯定用右手拖过行李箱 才会在右下腿见上雨点乌鸡 但案发现场却没有行李箱 行李箱到底去了哪里呢 男主迫不及待 丢下小跟班 自己去寻找行李箱去了 调查主啊 一名小黑对小跟班说 要他离男主远一点 还说男主帮警察查案是没有薪酬的 主要是男主利用离奇案件接引 是个疯子 终有一天啊 当案件不能满足男主时 男主将会是犯下案件的罪魁祸首啊 小跟班在回家的路上 被挟持上车 并搭到一个人烟稀洒的地方 一名神秘人出现了 这名神秘人说自己是男主的死敌 并质问小跟班跟男主的关系 神秘人还说定时会给小跟班一笔钱 条件是提供男主的情报 而这神秘人和男主有着一样的天赋 神秘人从小跟班着手的间接性颤动 得知小跟班的心理医生认为啊 小跟班有创伤后因绩障碍 但事实上啊 小跟班并非害怕战争 而是怀念战争 不管怎样 小跟班终于男主 并没有收下神秘人的钱来监视男主 回到家中啊 男主找到第四名死者的行李箱 查遍了行李箱啊 唯一的疑点 就是里面并没有电话 死者身上和行李箱都没有电话 很明显的肯定是凶手拿了 男主要小跟班发一车短讯 这死者的电话并要他出来 小跟班质疑 这样要凶手 凶手会出来吗 男主解释说啊 按照凶手的杀人手法 也肯定是个天才 而天才的弱点 就是希望成为焦点 天才的表演都需要观众 呃 就如男主需要小跟班一样 男主对案件的推测就是 受害者皆是被凶手诱拐 但这些受害者啊 他均消逆于凡街闹市 凶手是怎么做到不招人怀疑 一名目击证人都没有了呢 男主和小跟班啊 来到与凶手相约的地点 男主意识到一辆可疑的德士乘客 男主一接近那辆德士 德士就马上离去 男主利用他的天才脑袋 加上对街道的熟练 成功用双腿追上了德士 万万没想到啊 德士里的是旅客 不可能是凶手 在一场追捕当中啊 也证明了小跟班的脚 并不是真的破 而是心理病啊 男主跟小跟班回到家中 发现警察大哥和调查组都在这 大伙儿使用GPS 追踪死者的电话 地点显示啊 电话就在男主的家中 难道男主就是凶手吗 当然不是 是凶手来到了男主家楼下 刚才说过啊 凶手能在凡街闹市中穿梭 却又不被人怀疑 原来啊 凶手就是德士司机 刚才啊 男主跟小跟班追的德士 乘客不是凶手 而是司机 那司机对男主说 你可以报警 我绝不逃走 但你永远不知道 我是如何干案的 你想知道秘密 就跟我来吧 男主好奇心作祟 并跟着司机凶手 来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司机拿出两罐药丸 说一个有毒 一个没毒 你选择其中一个吃相 我则选择另一个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五十五十的死亡游戏 男主从司机凶手车里的照片 和他脸上的T恤膏 推断出司机凶手有两名孩子 但与他们分居 为何却在这个时候大开杀戒呢 原来啊 司机得了绝症 命不久矣 但男主说到 痛苦只会让人麻痹 但只有爱 才会让人分事忌辑 这样随意取人性命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呢 司机凶手解释 他幕后啊 有个赞助商 他杀的人越多 他死后 而你得到的钱也更多 这幕后赞助商啊 已经关注了男主很久了 好了 回到游戏 男主大概一走了之 但在司机凶手的怂恿下 男主还是选择了 一颗药丸准备吞下 因为正如司机凶手所说 男主身为天才 最求的就是刺激 和逃避变得朔然无味 就在这个时候啊 小跟班使用GPS 来到隔壁的建筑物 并用枪及时射死 司机凶手 司机凶手死前啊 大喊 莫里亚迪 莫里亚迪啊 就是他幕后的赞助商 也就是距离的终极坏蛋 警察大哥赶来啊 男主使用推论演绎法 判断出开枪的人 必定有军人的背景 并有着强烈的道德信念 和钢铁的意志啊 说着说着 诶 这人不就是小跟班吗 男主当然没有猜穿他 正当以为一切都告一段落时 之前尝试 亏欲入小跟班的神秘人出现了 神秘人和男主啊 互相调仇 言语争锋相对 最后啊 说出原来神秘人 就是男主的哥哥啦 亏欲入小跟班前 是因为担心男主闯祸 到头来 神秘人并不是什么坏蛋 而且还是政府特勤区的 高级人员呢 好了 这一期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不知道大家喜欢 这影集解说系列吗 如果喜欢的话 马上订阅并点赞 超过100个赞的话 那么我将解说下一集哦